吃個飯你怎麼眉頭伸鎖這樣 你有什麼心思嗎 因為我在想 我現在是在外面工作嘛 然後我現在家裡有兩個毛小孩 牠們兩隻狗在家 就沒有人餵牠吃飯了 今天這家是以狗為主的餐廳 而且老闆還是我的好朋友 到處都是你的好朋友耶 沒有固立者啊 杜老師沒有你啊 各大節目的都學完邀約的 寵物溝通食 好可愛喔 你看 對那都是我們的甜點師 牠自己手工做的 這都是當日現做的 當日現做 非常有心 欸 玉琳哥你有看到嗎 那邊的那個燈啊 全部都是狗狗造型 對 好可愛喔 我們這個餐點 這個完全喔 你如果不說是寵物餐廳 人家會認為是 師徒等級的餐廳名店 對 才會有個猜測 對 欸不知不覺喔 又到了吃飯時間了 嗯 吃個飯你怎麼 眉頭伸鎖這樣 你有什麼心思嗎 因為我在想 我現在在外面工作嘛 然後我現在家裡有兩個毛小孩 牠們兩隻狗在家 就沒有人餵牠吃飯而已 喔喔 啊這樣有什麼好難過的 喔就很想要 無時無刻都跟牠黏在一起 巴不得工作也帶出來 還是我可以帶狗來嗎 拉拉幕府來 不行啦 那工作怎麼帶狗 所以喔 不是在家沒飯吃啊 而是你想要20小時都更好 對 但是因為喔 能夠讓人跟狗一起 去的吃飯的地方喔 也不多 確實要找一下 對啊 所以喔 欸原來你開寵物餐廳的人喔 真的是都很有愛心 喔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嗯 該不會我們現在就來到一家寵物餐廳吧 不會這麼巧吧 欸 毛毛李 李毛毛 李毛毛 對 毛小孩 原來是這樣子 啊趕快去看看好了 這個叫做 踏破鐵鞋無秘處 下一句是什麼 是 我們就趕快進去吃吧 哈哈哈哈 得來全不費工夫啦 喔 好啦 我跟你講啦 今天這家是 以狗為主的餐廳 嗯 而且老闆了 還是我的好朋友 欸到處都是你的好朋友耶 沒有杜立哲啊 杜老師都沒有女孩 各大節目的都學完邀約的寵物公同時 哇 早知道就把我狗帶來了 對啊 它這家 除了是這個寵物餐廳 寵食也還有寵物美 哇 該不會還有寵物住宿吧 寵物住宿 對 哇 一整套耶 值得推薦給大家 大家進來看一下 GOGO 來來來來來 我看網還滿親意 來 杜立德老師 杜立哥 好久不見你了 妳好 平常都只能在台北看到了它 我就一直誤以為它是台北人 妳看我們演藝圈 所有的狗 幾乎都讓杜老師服務過 真的假的 療癒了很多狗主人的心 對啊 誰早知道我就把狗帶下來了 你都不早跟我說呢 而且我跟你講 寵物餐廳其實都好經營 開這個就不求財了 對啊 而且一進來裝潢超好看耶 這家餐廳已經好好的推薦給大家 對 推下線 樓上還有寵物美容 還有寵物旅館 一分是一條龍的 對啊對啊 來來來 我們坐下來了 看一下看一下 喔 好可愛喔 你看 對 那都是我們的甜點師 他自己手工做的 這都是當日現做的 當日現做 非常有心 欸 玉琳哥你有看到嗎 那邊的那個燈啊 全部都是狗狗造型的 對 好可愛喔 好特別喔 這個有在賣嗎 這個是我從新加坡買回來的 喔 真的喔 這全部都是嗎 對對對 欸 能收集這麼多狗的這個燈 好還不容易咧 對啊 這要真愛狗人才有 他準備要扣八隻啊 妳有看過那部電影嗎 李劍八犬傳 我沒有看過 我最近少兩隻 一旦如果說看過不得了 那起碼喔 都是民國 40年左右 有 那個沒有 我剛剛不敢隨便解話 還好我沒有接妳的話 對 還好我也沒有接話 我也沒有接 還好我沒有接 叫做鑰絲丸脖子 妳懂得有聽過 妳有聽過鑰絲丸脖子 沒有沒有 對 我們那個年代 它的地位呢 就跟李多慧一樣 什麼 是不是我還給我提到 李多慧是什麼 完全的好 女神般的存在啊 啊 我就在妳旁邊 然後妳就居然給我提到李多慧 對 啊因為 那我決定今天把這隻狗放在這邊了 來來來 我們到二樓參觀一下 放在這邊我們給他VIP房 我還要給他VIP房喔 來幫我們帶 來 妳先 來 妳先 妳先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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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往上走 掌聲鼓勵 我跟你講喔 令人感動什麼事 你知道嗎 杜老師 我們這個餐體 這個完全喔 你如果不說是寵物餐廳 人家會認為是 私廚等級的餐廳名店 對 才會有的菜色 對 所以杜老師對吃這部分 很用心耶 你看有湯 然後又有燉飯 然後這個是什麼 紅燒絲丸 因為我覺得 主人願意帶寵物來餐廳 已經很了不起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以主人的味覺 為優先 好量 主人喔 主人 他如果覺得不好吃 他可能會 草莓次廠公糧自廠 就差不多了 下次可能就 對 他的意願就不會那麼強 所以這些餐點都很有特色 而且感覺都還滿用心 對啊 每一道感覺都很厲害 對啊 我說 哇 這個會有選擇 當然不少要同 真的 都吃 玉琳哥 你每一樣你都吃吃看 我們先從這個紅燒絲絲頭 好紅燒絲絲頭 對 紅燒絲絲頭 這個餐點很豐富 它不只有這個 還有湯耶 嗯 然後還有配飯 啊這個是什麼 仙草 仙草丼 喔很彎 它是一個套餐 喔 這樣是一個套餐 這樣是一個套餐 那它這樣是一個套餐 這是一個牛肉麵 牛肉麵 對 然後還有一隻這個 那是小捲燉飯 好想吃那個喔 對啊 這家店開多久了 開了五年了 啊五年前為什麼要開這樣 這說來話長 因為這麼多年喔 你也知道我幫寵物諮商嗎 對 諮商了兩萬多隻貓狗 那兩萬多隻裡面 他們幾乎每一隻的心願 都是希望有一家寵物餐廳 可以跟主人一起來吃飯 用餐 對 這是寵物的心願 啊這個在巷弄之間 在巷弄 對 這個只要講說菜箱 就不怕巷子生 大於是 這邊生意門庭弱勢 對啊 就是因為環境不好 對 太口好吃 所以我們的菜真的很用心 蛤 那毛小孩的餐點也有嗎 有鮭魚 有牛肉 有雞肉 喔 狗吃這麼好 對 狗吃得比很多人都好 對 真的耶 因為狗如果難吃 主人自己都不見得知道 可是他會知道 對 他會跟杜老師翻譯 很難吃 很難吃 對 狗什麼時候會講什麼話 如果說狗反應很難吃的時候呢 那我就會難過了 因為我們又失去了 開這個寵物餐廳的意義了 他會不會走在路上 你前一條狗來逛街 杜老師 你幫我看一下 我的狗最近 不會耶 因為真的 我們就很低調 杜老師平常出門都打扮成男裝 這個太累了吧 每天出門 然後先戴那個假髮 穿西裝褲穿西裝褲 然後打領帶 咖啡人家認出了 怎麼可能 我想吃這個耶 我對這個我太受不了了 來來吃一下吃一下 這個 好厲害的感覺 對啊 這個價格也輕盈 來寶寶 我們的價格很輕盈 哎呦我們怎麼好意思呢 因為我們這個是真的不要墊碎 你幹嘛喊我 喊我的筷子 啊那我跟你換好了 啊剛才不是你吃過的 你還給我喊我的筷子 你把它自己忍啊 對不對 在鏡頭前面不要不用再演了對不對 平常我們都馬上吃來自取 對 你跟他說那個話真心的嗎 怎麼樣 這個 你嘴巴黑黑的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很好吃喔 所以我們如果來這裡的話 帶狗來了 主人在示範對不對 對 我們可以這邊把狗送去 楼上來 很方便耶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在這邊示範聊天 對用餐 然後跟姊妹聊天 然後聊完之後 狗也差不多好了 對那有時候他主人會送來 就譬如說喝個下午茶 一個下午在這邊 聊聊天啊什麼的 然後狗好了就把他送下來 那我想問你們那個寵物的餐 可以外帶嗎 可以啊 我們有外帶 外帶鮮食 重點來了 這間叫貓貓 那個 李毛毛 李毛毛對不對 啊你明明姓杜 為什麼不是毛毛杜 我的本 我的本性是姓李 啊真的啊 所以杜是你的義名 杜是義名 我第一次知道 我還以為你姓李 我姓李 這個解開很多人的疑問 對 因為想說應該叫做毛毛杜才對 你會不會靠杜老師 怎麼樣展開他的 從物溝通 之上 就是從哪一天開始 你發現沒有這個能力 從我們家的毛毛 哦 之前從家裡的寵物發現的 那時候是你什麼時候 那時候是我看喔 我女兒小學一年級 她好像六七歲的時候 對 我把毛毛來跟我講說 小姐姐偷錢 嗯 偷錢 她說小姐姐偷錢 可是我那時候是 你起尿器就可以搞不好 我那時候是 就是一個 一個聽到一個聲音 說小姐姐偷錢 可是我不曉得誰跟我講 就空間當中有一個聲音 對 對 對 然後我就一直在看 是誰跟我講 小姐姐偷錢 就看到我們家毛毛 坐在我的旁邊 哦 就是一直選那類 她就一直看著我 那我就說 毛毛是你在跟我講話嗎 那毛毛就一直看著我 那我也就 不理會她 可是她就一直講 一直重複 後來我女兒回來了 我就問我女兒說 你有偷錢嗎 嗯 我女兒她當然不會承認啊 當然不會啊 沒這麼期待問 她一般人 你當被問後腦就問我 誰誰偷錢 你偷錢啊 我偷錢 你還偷人耶 你女兒那時候有那麼大聲嗎 沒有啊 我女兒說 沒有啊 我沒有偷啊 我說 哦 然後我就 想說那可能就是我自己幻想 嗯 後來發現自己偷 結果我們家毛毛她就接著說 是啦 就是她啦 就是小姐姐偷的啦 小姐姐 老闆的啦 我們家毛毛她就接著說 小姐姐她是偷那個純錢筒 她偷那個十塊錢出來 把她撬開 她撬那個純錢筒的錢 那我就問我女兒說 我現在問你了 我不是要指責你 我只是想證實 嗯 我說你是偷那個純錢筒的錢嗎 我小女兒就 直接回答我說 又沒有人看到 旁邊也沒有人啊 誰跟你講的 哇 我就說 那毛毛 毛毛講的 但是那個純錢筒是她自己的嗎 是 她自己存的 哦 難怪你講第一句她沒有反應 因為她沒有偷 因為那也是她自己的 所以布老師就是 從那一天開始 你經常覺得自己跟 寵物那個頻率是可以對的 是可以對上那個頻率 我是從那時候開始 只要用心 其實每個主人都有這個機會 其實偶爾某些片刻的時候 你也 對對 你也對得上 但是那個感覺馬上就hold不住了 嗯 嗯 那個需要一個很強大的一個心理的能量 那因為其實你平常的寵物 也蠻 寵物餐廳也蠻多人 那他們帶進來說 你會不會 如果偶爾來的時候 你會不會聽到 很多小狗 大部分都在出現 如果我的朋友帶他的寵物來的話 那他們的狗也都會說 很喜歡這裡啊 然後說他媽媽偏心啊 都帶哥哥啊 沒有帶弟弟啊 什麼之類的 各種寵物的可愛的小抱怨 而杜老師承載很多秘密啦 有時候你看杜老師的表情有點怪 那就知道他知道一些事不能說 因為那狗也可能跟他說 爸爸偷吃 外面我有阿姨 你說總是他能在節目上講嗎 他就要蹲下去 那你真的不能帶你的貓 給老師看 玉琳哥從來不敢把他的貓帶來給我看 爸爸在愛芸汐 那還得了 你的貓沒看過我 他甚至不知道我是誰 因為他那個 有時候貓跟我一起睡 然後他聽到我在講夢話 我就知道 好啦言歸正傳啦 這裡真的值得來看 你看你把狗帶來 然後呢 狗那個毛小孩可以美容 要住宿也可以 對要住宿 而且不但人吃的好 狗吃的更是不妨多讓 對你剛剛是不是有說到 你有點想要吃寵物餐 不相信對不對 光說不戀是假把戲 英文說 to see 怎麼樣 is to believe 啊那 see 怎樣 is the best policy 欸你英文怎麼說變那麼好啊 沒得抵交我的 哇賽 來我們來看看寵物的這個美食料理 請看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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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寶寶你的餐點來了 對不對 這個如果說是我的餐點了 還真是我的餐點 因為看起來就是人吃的東西啊 健康餐 對啊 寶物的料理做的這麼精緻 真的是不簡單 它的做法都是用酥肥 喔 這個是酥肥的 都是酥肥 對 嗯 所以呢也不會添加太多的調味料 完全沒有調味料 完全沒有 所以呢很適合人喔 要健康飲食 對不對 來寶寶 然後現在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準備兩份嗎 一隻是因為 有一個 我們的 sake 等等要講要 對 它為什麼不叫秘魯 來玉琳哥 來來來 來小鈴鐺爆sake 好別擠別擠弄好 好 對 好不要激動等等等等 那是給你吃的你等等好不好 冷靜一點 你看你後面的很冷靜 對啊 你知道什麼最難養你知道嗎 植物最難養 為什麼 啊 因為花不好照顧啊 啊你知道什麼花最好養你知道嗎 菊花 要不然我們都說菊花好養 啊 啊 啊 還好我們這個小sake 對 牠一直顧著吃 牠沒有聽到 還好沒有聽到 牠沒有聽到 你這個不正經的阿伯 要不然你幫牠扣一下 牠的菊花 看起來好幸福喔 你看哇牠好能吃耶 吃完了 對啊 牠吃完了 這不行 你不能吃太多 那這個飯該不會狗狗也可以吃吧 也可以 牠這個是賣片 嗯 再打開再打開 對啊 我也趕快吃個牛肉 各位你們能想像嗎 帶著你們的寵物來 然後寵物呢 幫你抱著 要不然牠好激動喔 對啊 寵物可以吃這樣的大餐 你等等 都是你的 來來來來 這個叫做人狗情味料 都是你的好不好 吃吃吃 哇 你看呢 好幸福喔 你看 哇這個是狗主人喔 最開心的事情 讓我們自己的毛小孩 可以吃這麼 吃到大餐 豐盛的 而且那個營養全部都兼顧到 還有湯啊 有蛋啊 有肉 全部營養都分配 分配好了 對啊對啊 我們杜老師喔 這是佛欣來的 這麼好的餐廳對不對 對 然後人的料理也很好吃 然後我剛剛也吃了 精靜牛肉 推薦給大家 同時呢他也有好康的優惠呢 要給大家 優惠是必須要的 來 有什麼優惠呢 來 這是我們的可麗露 我們的甜點師 親手做的可麗露 我們就是送食盒 送食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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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抽獎 抽獎好 所以要留言留什麼呢 我們就留那個 杜老師真好 杜老師真好 對 我們從杜老師真好當中抽出十位 好 我們有留言的抽十位 FB的官方頻道上面呢 也會有這個 詳細的抽獎辦法 資訊 我們一切以上面的公告為主 對沒錯 今天非常謝謝杜老師 白忙之中呢 來特地撥控來 盛情的招待我們 真的 來這裡呢 真的是多虧你耶 真的 長知識了 同時也感受到杜老師滿滿 對動物的愛心 對 非常謝謝杜老師 謝謝杜老師 謝謝玉琳哥 謝謝怡琦 謝謝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